鮑爾博物館演講廳內擠滿了民眾 他們全部都是為了前來聆聽 世界最知名的埃及考古學家 扎西哈瓦斯說明最新的考古發現 扎西哈瓦斯表示 除了薩卡拉金字塔是突破性的新發現 未來的工作重點將要發掘 那福弟弟皇后的穆乃伊 不只分享黃金城裡的新發現 扎西哈瓦斯還還原了 古埃及工匠的日常生活 我們找到了製造衣服、衣服、桌子、桌子 我們發現了很多記憶 名字叫做Dazalinga Atun 我們找到了Rivertiti的名字 大河 這是最重要的發現 告訴我們藝人生的生命 誰做了這個大型的民眾 能夠再度邀請到扎西哈瓦斯 前來美國西岸專程演講 鮑爾博物館董事長施劉秀之 感到相當的榮幸 我們大家也很高興 有他這麼重量級的人 來為鮑爾一個喝彩 尤其我們失去Peter Keller館長之後 有他繼續這種友情繼續的支持 讓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把他看成是 我的最珍貴的朋友 明年五月份準備組織一個考察團 去埃及 去跟Dr.Howard一起 看一些重要的新的考古發現 這當然也是我們為未來的展覽做一個籌劃 接下來南加州城縣鮑爾博物館將於2024年11月 舉辦台灣設計家永恆花園陳志全太金藝術展 觀眾查詢更多展出訊息 請上鮑爾博物館官網 東新聞陳孟雪英 洪文在呈現的採訪報導 全都忽然說了